为了抗议狂人总统特朗普多次发表歧视女性的言论 全球各地妇女组织星期六在多个地方发起妇女大游行活动 在英国伦敦既有5000名以女性为主的示威者 从美国大使馆外头步行到特拉法加广场 沿路为女性发声捍卫女性权益 除了英国 墨西哥 墨西哥市也有上百名民众加入这一项全球妇女游行行列 情绪高昂的示威者纷纷叫嚣 抨击新总统罔顾人权 更表示一定会反抗到底 一直到特朗普卸任的那一天 另外距离美国华盛顿9000公里之外的希腊雅点 示威浪潮同样激烈 上百名示威者上街怒吼 抨击特朗普只会散播仇恨言论 根本没有总统样 医生贺责 我们是非国民元主党处认为天国积民党有利的人 所以我们并不是看到女性失败的利账 我们并不是让老人失败的利账 而我们是危险的 究竟接棒后的特朗普接下来会有什么作为,能否让反对他当上总统的民众光目相看,事态最终又会演变到什么地步,全球静观其变。